一口接一口加到就丟到 趁着服务选民以及开会空档中午时段 前基隆市议会议长宋伟丽特地呼朋引办 邀及市议员曾继妍以及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平议员 赶快再来行啊来品尝好吃的素面疙瘩以及蔬菜熬煮的汤头 它那个面疙瘩的Q弹 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吃 不会说这样软啪啪的 就是有弹牙的那种感受 外面美食 就是说一般我们都会吃了之后 喝了汤就会觉得口渴 可是它这边完全没有 而且真的我觉得它一定有秘密武器在里面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汤我就想把它喝完 就是很健康 然后感觉吃的时候又很爽口 对 我想这间面疙瘩在仁爱区的流民船路的巷口 我想这间的面疙瘩我想它的汤头非常的清爽 尤其它的面疙瘩做得非常的Q弹 高丽菜还有一些红萝卜的一些青菜为基底 来让这个汤鲜味美完全取代了这个味精 吃完绝对不会口渴 那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面食 然后它嚼起来的那个面粉香让我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 还有这个芋头非常的松软 还有这个杏鲍菇吃了完全对身体不会有负担 不只薄片般的素面疙瘩好吃 汤头搭上冬粉米粉面条以及泡饭等主食也一样好吃 加上芋头别有风味 连店家自行制作的各式素食小吃以及素辣椒 同样受到顾客好评 也让激动市议员宋伟丽 曾继妍以及何淑萍三个人都赞不绝口 大推这家店 老板娘做的小菜也是非常不容易 都是道地的素食 那我想还有老板娘最重要是老板娘炒的这个 算是灵魂 它的辣椒也是非常非常的道地 我最惊艳的是这里居然吃得到这个糖醋里肌肉 素食的哦 还有素腰花 还有我们的那个素鸡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一饱口福之外 又可以进到体内环保 吃素食真的对身体非常好 老板说他们本身没有吃素 但是愿意花时间研发用手工制作出来 最健康好吃的素面疙瘩 汤头以及各式素食小菜跟大家分享 也让顾客感觉不出来是在吃素食 我们的面疙瘩它煮久也不会烂 因为我们的那个扎实度有到那里 弹性有到那里 它也不会说煮久的像人家煮久的会烂掉 或是会糊掉 我们再回烫的话 它只是变比较软也不会糊 我们的小菜都是连辣椒我们都是自己炒 因为外面买的我们可能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安心 毕竟说这个是给人吃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会自己去尝试过以后 我们才有拿出来贩卖 而且这个吃的东西 我们自己敢吃敢用 我们才会给客人用 对 真材实料 对 就是一个责任 老板表示除了素面疙瘩 以及蔬菜汤头 也卖芋头汤和芋头面 欢迎大家来吃吃看 不怕货比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四角ili 四角团